等于是排整期 那我要怎么样完成这个定位点吗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这个题目里面呢 它总共会有几个定位点 要我们处理 这边总共有六个定位点 那其实六个定位点各位可以稍微看一下 基本上它这个六个点上面有五个标题 六个定位点 那我怎么知道这边有几个定位点可以去设定 你们可以按一下上面有一个那个 之前要跟各位讲过这个叫这个显示隐藏 你可以把它按下去 按下去之后呢 各位可以看到上面就会有一个TAB的样式 那其实定位点就是根据这个TAB而做定位的 如果你不知道有这个TAB的话 那基本上如果没有TAB你就没办法定位 那我们怎么样去做那个定位点的设置 首先的话它说要从第五段开始 所以我们基本上第五段开始 就是从底下这些文字 第一个先做选取 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在定位点 那定位点的位置在哪里 段落里面各位可以看到 在下方这边有一个定位点按下去 那我要怎么去设置 这总共有六个定位点 那这部分其实就跟前面那一题一样 第一个 你先输入那个字元的数 第一个定位点是10.04 所以请各位输入10.04 那再来的话就是它的对齐方式 这边有字中 你就选字中 然后接下来按一个设定 OK这个地方的话就会增加一个10.04的字元 那再来的话14 14个字元呢 那它的这个对齐方式要分隔线 所以请你选分隔线再按一个设置 同样的方式在15.36 对齐方式是靠左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按设定一下 那再来的话呢 28.94 那它的对齐方式是至中 所以选一个至中按一个设定 那分别还有一个30 它的对齐方式是分隔线 所以分隔线按一个设定 那再来的话35.44 对齐方式是至中 所以至中设定一下 那利用这样的方式 逐一把这个题目里面 有讲到的这六个定位点 先设置出来 设置完之后的话呢 我们就按一个确定 那各位可以看到设置完毕之后 你会发现呢 它就会刚刚好 很整齐的 而且呢 我们只要分隔线的地方 就会出现分隔线 那这样的话呢 设置完毕 你会发现呢 底下的资料就变得很整齐了 OK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了第四题部分 最后的话 有一个这个动作就是 将两个隔线中间的 重点号码跟特别号码填上 特别注意 这个是针对呢 不是段落是文字